大家欣赏着全英羽毛球锦标赛半决赛赛事 第一场的赛事是女子丹达半决赛 看见画面上两位选手呢 就是这一次半决赛争夺的两位选手 分别在荧光木的右边是丹麦的马丁 在左边的是马丁 右边是中国的叶昭影 在叶昭影在这一次比赛来说呢 第一圈不用打第二圈是击败俄罗斯的选手 第三圈是击败韩国的年轻选手李咒玄 而在八强的赛事呢 这是可以说也是打了最激烈的一场比赛 他是击败了印尼的选手张海利 米尔奥迪娜 而相对马丁在这一次比赛来说呢 第一圈也是不用打第二圈是击败了苏格兰的选手霍特 第三圈是击败了印尼的米洛瓦迪 而八强的赛事呢 则碰上了中国的陈伟 他也是顺利过关而进入今天这一场的半决赛赛事 那其实呢在这两位选手来说呢 彼此之间是非常的了解 而且这两位选手呢 他们在个人身体 还有一些个人的资料来说呢 都非常的相似 对应该来讲这个卡米尔·马丁 他整个的这种现在这个打球的这种技术 这种打战术的都很跟亚洲的球员 都已经是非常的接近 那么他的身材也是非常的高 他的进攻的威力也是非常大 那这两位欧洲跟亚洲的选手呢 他们都是同一年生 那今年都已经是快24岁 那现在来说还是23岁 在身高来说呢 两位选手呢都是同一样 有一米74的高度 可以说在女子单打选手来说呢 是属于非常高的高身材的选手 对应该来讲呢 在女子单打方面 这两位球员算是很高的球员 而在过去交锋来说呢 虽然马丁也是曾经有胜数 但是呢还是叶招颖取胜的这个次数呢 是比较多 对应该来讲呢 在整个的他们两个队里比赛的这种记录上来看呢 叶招颖是会占据一定的优势 因为从整个战术的这个 进攻性的威胁来讲呢 叶招颖是比那个卡米娜马丁来的更凶一些 那现在这场女单的半决赛呢 马上开始那刚才呢看见这一场比赛的主裁呢 是来自英国就是英国本地的裁判 Steve Willey 由丹麦的马丁先发球 比赛开始 嗯可以说呢动作是非常的清碎 对 看到叶招颖这个第一个的 接发球就打出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调球 嗯 那的确呢叶招颖这位球员在他上手的动作来说 真的没化强 对 他的整个的动作的隐蔽性非常的强 而且出球的这个球过来的这个又是相当的坚 那叶招颖是去年这赛事的冠军得主 而今年也是来为年 来看他能否未免成功 他在世界排名方面目前是高居在第二位 仅次于他的队友 也是中国的一位年轻小将龚子潮 那其实在近几年来说呢 看起来一批欧洲的选手呢 他们现在在技术水平的表现方面 已经可以说呢是融入了亚洲选手的一些技术特点 对 可以这么讲 欧洲的球员他们现在很多的是 跟这个亚洲球员学了很多一些非常好的一些 比如说一些脚步 这些这个灵活性呢 欧洲球员现在是大大的提高 尤其是明显的突出就是丹麦的球员 他们现在很多在打发上 在灵巧性上呢 已经跟亚洲的球员是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对 尤其最具代表性 我想就是目前的两位男单选手 小皮特 就是拉姆森 还有这个基特 对 他们的整个的这种灵活性跟 比起亚洲球员 有的时候看他们是似乎 已经是 不比亚洲球员来的差劲 对 没有过啊 非常的可惜 一次头顶区的一个斜线调球 不过可以看到叶赵云在比赛过程中呢 通常在一开始的开局呢 有的时候都打的是比较保守一些 对 那毕竟呢 那毕竟呢 叶赵云是可以说是一位进攻型的球员 他的上手呢 可以说呢 威胁性的对于对手来说是非常大 也是相对来说呢 在他的上手出球这种的威胁呢 有时候会大 但往往有时候像刚才这一球一样就会出现失误 对 因为他的整个的出所的这种要求的对球的要求的质量呢 也比较高 所以说因为他的要求高了之后呢 无情动的他这种失误率的就显得这种比例就会大大的增加一些 那其实呢 叶赵云在去年成绩来说的确是相当的理想 那尤其呢 我想呢 这一局代表就是在年终的大奖赛里头呢 那一场的决赛赛事呢 他是碰上了他的死对头 就是印尼的羽毛球王后王莲香 那一场的决赛赛事 他的确呢 可以说是在我个人就是感觉呢 叶赵云所有的比赛 多场比赛以来最精彩的一场球 对 可以说是他的整个的 可以看出他整个的技术的特点 完全是得到了在那场比赛中 是完全的发挥出来 对 所以说是 使这个王莲香虽然说是他的步伐是非常的灵敏 不过在那场的比赛过程中 似乎是还是没有能够办法 就其他的这种灵力的攻势 对 因为呢一般往往就在 球手呢 自己家乡里头进行比赛呢 就自己家乡的球员 往往会得到天时地义人和 这种的因素影响 会有非常突出的表现 但那场球呢 相对来说 反而叶昭尹好像感受到这种的 气势的鼓励反而呢他是表现出非常优秀的球技 而且叶昭尹在打完那场比赛之后 他自己也曾经说过 对王莲香的他这种 虽然说打了那么多次 但是他还是有新的一种体会 认为说还是跟他有一定的耐心 然后这看来这也是叶昭尹一个 这个新的一种突破 看到叶昭尹在压住对方底线之后呢 一个往前呢 一个主动反拍区 还来一个假动作 但看见马丁的确这位欧洲的选手呢 他在目前来说呢 他的水平的确也是非常的扎实 而且呢 打得也是非常顽强 对可以这么说是他除了这个亚洲的几个球员 是他的主要的对手之外呢 欧洲基本上是这个没有什么他的对手 对也是自从瑞典的代表瑞典的林晓清退役以后呢 就可以说呢是未逢敌手在欧洲的国家 好球 看到马丁这个的上手的动作 也是非常的隐蔽 这个小球掉的是非常的快 而且球来得很短 那可以说呢 这种手腕的散动呢 过去来说在欧洲的球员是很少出现 对 其实这也属于是亚洲球员的一些技术特点 对 现在欧洲球员已经是掌握在手 对 已经出现连续的失误 非常漂亮 可以看到叶昭云在连续的两拍的这个夹住对方 头顶去的时候呢 用的一个是同样的一个动作突然又改变一个调球 马丁是没有能够及时的反应 叶昭云3比6落后 这球呢 叶昭云是进攻的非常的聪明 一个追身的杀球 那毕竟对欧洲的球员来说呢 就靠近身体位置的球 这个是比较难防 但是没想到马丁这个球是相当的运气 对 可以这么讲 欧洲球员因为他们身材的身体比较大 所以说他中路有的时候在一些转身的一些小动作上面呢 有的时候是显得不够灵活 我刚才看到马丁这个球的处理是非常的好 刚才叶昭云的回忆球也是刚刚出界一点点 7比3 领先4分 马丁 好球 叶昭云就是从头顶还有正手区呢 这一种的调球这个质量呢 可以说呢是往往给对手呢 是很大的压力 而且是经常令对手受骗 对 3比7 很可惜这球 如果刚才这个球呢能够过去的话呢 相信叶昭云是比较麻烦 对 可以看到这个马丁的这个手上的这个 这种变化也是相当的多 刚才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假动作想 反过一个换一个小小球的时候 自己出现了一些失误 好球 从刚才马丁这个平高球呢是带有这个假动作 就是时间有一些的停顿 对 叶昭云是自己连续的两次失误 对 看来现在整个的场面的对叶昭云是相当的不利 可以这么说马丁一开始打的是相当的稳健 虽然说叶昭云的球虽然是很凶 不过他打得非常有耐性 这也令马丁这位欧洲的选手呢 在这第一局的比赛呢 得到第一次的局点 有机会先拿下第一局 这球是除了边线外 没想到这一位丹麦的马丁也是成功 以11比4先取的第一局的胜利 对 的确看到马丁是比较有耐心 等待叶昭云的时候先得一局 而马丁的确呢 在今天这场的半决赛呢 看见第一局呢 已经可以说是发挥相当的稳定 对 我们这时候呢 先取一下广告 马上回来为大家送上第二局精彩的赛事 再回到英国的白米汉 继续为大家送上98年的全英羽毛球锦标赛 女子单打半决赛 那刚才在荧光木的右边 这一位丹麦的选手马丁 可以说也是打出意料之外 以11比4先取的第一局的胜利 那看他能否呢 保持这勇士在第二局的比赛呢 再下一层 那就可以取胜叶昭云而进入 这一次比赛的决赛 对 可以看到在第一局的比赛呢 马丁是非常的有耐心 他知道这个叶昭云的 他的主要的这个毛病 就是说他的失误率比较高 而且是有阶段性的 所以说在关键的时候 他就只要有耐心 等待叶昭云的失误了 那么就有机会 赢得这个第一局的胜利 所以说他整个战术也是非常的清楚 而叶昭云呢 的确是在第一局的时候呢 很多是好的机会呢 没有把握住反而自己失误 先丢了一局 看看现在第二局的比赛 到底谁能够占据上分 那在第二局开局呢 相对两位球手呢 看见叶昭云的确也是 可以说也是加紧了他的节奏 对 也是进攻的比较多 而相对呢 马丁呢 他自从可以说呢 也是拿下第一局以后呢 现在也是打得 可以说也是比较放 应该来讲呢 有一局在手呢 应该是比较 有信心 对 有信心 看看叶昭云是怎样 扭爪这个第二局的局面 而在另一场的半决赛赛时呢 就有两位中国的选手对垒 就分别是世界排名第一位的 龚智超 对垒他的队友张宁 好球 的确也是看到 马丁这个球判断 也是非常的准确 看到对方的位置 已经在底线 不可能把这个球抽去 这个底线的时候呢 及时地上完一个 往前扑球 这一平高球的确是压得非常深 对 看看叶昭云这个球的 球的角度压得非常的边 而且球也很平 对 滑了一下 好球 的确是手腕 这个那一刹那的 这个点的动作 非常的快 而且很小 而且呢 看见叶昭云 虽然他身材高大 但他的脚呢 可以说下肢是非常有力 对 所以刚才呢 虽然是一滑 但马上已经 可以说是保持平衡 Thank you 马丁 1比1 第二局的比赛 这球非常滚 但可惜 这球是挂网 没过 其实刚才这球呢 看见叶昭云 是抢到最高点 对 位置是抢得相当的好 好球 这也是快速的 这个利用自己的平高球 压住对方底线的时候 一个变线的又是一个底线 压住卡米达的底线 看来这个场地上呢 还是有一点一点点的分下 现在叶昭云所占的这个区 应该是处在这个利分的位置 所以这个球呢 平高球又是正好压住了这个底线 看来叶昭云也是在 处在这种利分的时候呢 这个底线呢 他就相对来讲就比较敢打 只有用多一点力的 是不太容易出界 超球 马丁刚才这球也是环影原刺 这头顶区的披对角这球呢 的确是打得非常的边 很明显的看出 叶昭云是压底线为主的一种打法 我想也是毕竟他现在正处于 这一利分的方向 那所以呢 可以说他的球呢 基本上都不会出底线界 那所以他 比较敢 对 相对马丁这一边正处于顺风 所以他的回球呢 就比较容易出底线界 对 而且可以看出 环球比赛每次的 因为这种场地比较大 这种分线的多多少少都会有 所以说球员要想打好一场比赛呢 很关键就是怎么样来控制这个场上的这个风向 又是一次非常漂亮的底线 不过这个球师傅好像是力量用大的一些出的底线 对那请我刚才呢也提到就是说呢 在这么大的体育馆 这个空间里头进行羽毛球比赛呢 球员来说呢 的确就是从要从这个球技方面还有呢这个场馆的适应方面还有这个风向方面都要就是在短短时间给判断过过来 对 而且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比赛的过程中呢 它的风向有的时候还会转变的时候 那么球员要能够及时的能够利用这种风向改变一些特定的一些打这个战术 而且呢这个羽毛球的球呢毕竟也是非常的轻 对 那的确呢就是如果风向突然转变呢 往往也是对球员来说是非常难控制 对 尤其是像以前在我还记得曾在马来西亚的比赛 如果那个场馆如果是这种四方形的那么风向呢还比较容易掌握 最怕的就是那种圆形的那种场地的话呢 那么它的风向有的时候时常是会有变化 那除了马来西亚那个场馆是属于颜形 日本的场馆也是属于颜形 你看看马丁的机会 2比5落后3分 好球 对可以看到叶兆宇在这一段的过程中整个的速度呢是加快压底线 而且这个他利用自己的批杀呢也是创造了很多的这种机会 又一次出界底线 叶兆宇刚才呢可以说也是从被动情况下呢 叶兆宇刚才呢可以说也是从被动情况下呢 得到一次突击的机会 这球呢可以说也是给马丁一个很大的威胁 没有掌握好这是一次投挺区的一次斜线的调球 那虽然说呢看见马丁是出现着失误但从这个球的来回头呢就看见他手上的控制球技术呢的确是成熟了不少 对而且可以看出马丁现在整个的这种常上这种耐力了而且也比较比较好而且拍数呢不像以前我曾早的时候看到他的整个的耐打程度还比较差 现在是整体的势力是大大的提高很多 而且呢在他可以说是还是比较年幼的时候呢看他比赛呢不到五分的这个分数呢往往已经看见他大发脾气 对我想就是随着一个人的长大他的球技成熟呢就现在可以看见马丁呢他这个风度方面还是保持得相当好 对我想有可能也是跟这个中国叶早饮他们私底下呢也是一对好朋友 应该是因为球员虽然说是在场上是是对手不过场下的一定是朋友 没有过非常可惜 别的事实际上他是这个球看的是机会掌握的是相当的好 一个想来一个正守区的一个斜线这个抽杀没有过 嗯 这球呢可以说也是要求过高 虽然是得到一次的机会但他呢要求杀的球是比较编 最终也是出了戒 差一点 马丁也是看着一次机会 头顶的一个支线扣杀 看来马丁是要把握住这样子的机会连续的得分 现在是连得两分 好球 这球呢突然之间的出手 就马丁也是没想到 叶昭颖这球呢会推一个平的球 对 一 七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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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昭颖也是拉开马丁以后呢得到一次进攻的机会 的确是看到叶昭颖在押住对方反拍区的时候回球半场 突然的那个批杀的动作是非常的隐蔽 好球 也是一个正手区的批杀 看到马丁也是在一个来回过程中的寻找这种机会 很漂亮 那的确呢在欧洲的球员里头呢只能够从马丁的身上来看见这种 可以说呢这么成熟的脚步技术 而且是他的一些手上上手的动作像往前的搓球 像这种的披杀 以前来讲呢欧洲球员尤其是旅球员这种的球是相当的少见 而且看到现在马丁在整个的这种技术的应用上已经是非常的成熟 非常顽强 马丁好球 非常顽强 马丁好球 往前的一个假动作还有一个小对角的勾球 很好吃啊 漂亮 看到马丁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显得自己速度上比对方来的快一点点这个球的来回完全压力 压住了这个叶昭尹的速度 压住对方 然后呢用进攻 杀球 掉球的配合 的确是打得非常漂亮 六比八 只是两分的差距 可惜这球叶昭尹 这这时候呢想一个先杀对角路线 可惜这球刚刚出了边线外 七比八 对叶昭尹来讲 关键的这个时候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好球 一次花球拳机会 这球的确是掉得非常地薄 对 八比七 嗯 除键 的确呢 今天马丁的表现也是非常地理想 对叶昭尹来讲呢 现在对方是从落后一直追上来 而且是又有一局的领先在手 应该来讲 关键的是要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保持住这种稳定的这种技术的发挥才有机会 看到马丁迪就非常稳健 哦 相当运气这个球 对 马丁都叫起来 这个球应该来讲 马丁已经是 基本上可以这么讲 稳住的这种正脚 而且呢 叶昭尹这个球并不是很主动的情况下 打了一次这个运气球 看看能不能把握住这一次机会 抢得很快 马丁 嗯 可惜 边线出界 那其实刚才呢 有好几个球人看见马丁已经是抢得非常地主动 对 不过可以看出马丁现在关键是 他看来还是要等待叶昭尹的失误 自己稳住一下正脚就好 不过连续的两次失误丢了两分 非常的可惜 OK 说也是 刚才他从落后以后呢 从苦苦的经营呢 现在反而又是自己连续两失误 令叶昭尹现在得到这第二局比赛的一个局点 对 好可惜 连续三个失误也是丢了这第二局的赛事 而最终 中国的叶昭尹也是成功以11比8在第二局的比赛取胜 那双方也是形成1比1 对 没错 可以这么说 在关键的时候呢 是马丁从落后追上来的时候呢 是有一些稳不住 反而是显得有一些着急 连续的自己失误呢 反而丢了第二局 非常的可惜 嗯 这时候先去一下广告 马上回来欣赏第三局的赛事 欢迎大家再回到我们卫视提台继续为大家送上98年的全英羽毛球锦标赛 这一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赛事 对 从刚才前面两局的情况来看呢 在第二局本来是马丁很有希望追上来 但不过在最后关键的时候呢 三分球自己显得有些着急连续的失误 反而被叶赏颖绑绑回去 现在看看第三局的比赛 到底谁能够比较领先 那马丁还没有拿过这全英锦标赛的锦标呢 看这一次有没有机会 战胜这一场球赛才可以进入决赛 而相对叶赏颖也要胜这一场比赛 而进入决赛来未免他这一个赛事锦标 对 可以说从第三局开始呢 两位球手呢可以说也是完全放开了心情 就把自己所有的都打出来 来争夺这一场比赛的胜利 对 而且看到叶赛在第三局一开始 两个人的速度呢都打得比较快一些 嗯 没有过非常的可惜 这个球是出了边线 好球 的确是这个球的角度弧度 这个平高球的弧度掌握得非常好 正好过这个马丁的这个头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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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个 对 对 对 该湚 对 5比0领先的优势 对叶赵颖取胜这一场比赛的一切这阶段是非常的有力 对 没有过往 马丁也是在整个的战术上 他也是尽量的是要拉开叶赵颖 然后再寻找这种突击的机会 不过看这个情形 似乎叶赵颖第三局速度上的叶赵颖战就一定的优势 而且这个球叶赵颖比他压得在先 所以说这个球基本上叶赵颖是控制在手中 看这个球可以说是纯是叶赵颖这一场出手 给骗到了马丁 对 现在是6比0 叶赵颖来讲在第三局是一个很好的开局 在上半局就已经是6比0领先于对手 非常好的一个领先优势 对 可以这么说在第三局一上场叶赵颖加快速度了 似乎马丁还没有能够及时的这个适应过来 看看叶赵颖是不是在下半局能够保持这种的优势 相对又看看马丁又能否流转局势 对 那如果这两位球手其中一位取胜的话呢 将会碰上中国的张霖争争夺这一次赛事锦标 那因为张霖他可以说也是爆冷门击败这一次赛会首号种子 他同胞球手公子超而进入这一次全锦标赛的女单决赛 看看谁最终的进入这个决赛圈对了中国的另一位选手张霖 好球 刚才这个曼陀看出叶赵颖的调球是非常的隐蔽 好球 那刚才这个球呢 马丁也是在往前抢到最高点 轻轻地勾一个对角往前 先紧压着叶赵颖的正守护长区 再往前得到一次的机会 那全锦标赛呢 可以说在过去羽毛球比赛来说呢 一个非常重大的赛事 也是随着羽毛球这个发展的历史呢 在现在也是成立了比较多的比赛 那所以也是令全锦标赛成为另外一个记录 就是一个非常优求的公开赛事 对 因为曾经在以前没有世界锦标赛之前呢 那么全英的比赛的是各国选手都把它当成一个最重要最大的一个赛事 所以说在这方面呢 基本上呢还是球员都保留的 就好像说全英比赛能够拿到全英冠军 基本上是代表是世界最高级的这个比赛 对 那所以很多球员就是经常呢 就是重视不参加其他比赛都必定会去参加这全英锦标赛 对 好球 一个半场趋了一个直线的扣杀 叶赛云这样子又在夺回自己的发球权 而在这女单的项目在过去的历史来说呢 在全锦标赛过去历史呢 欧洲的球员也是曾经夺取过不少的锦标 但在这近可以说呢 近十几年来说呢 往往都是亚洲的球手在这项目呢 是占尽优势 对 应该来讲因为在这个进来的这些比赛中呢 大部分都是因为亚洲的球员比较多 除了这个印尼 马来西亚 韩国 中国的球员呢 这种相对竞争的就比较激烈 而欧洲呢现在比较强的也只剩下一个丹麦 以前还有英国 瑞典这些 现在这种抢手的越来越少 而亚洲的发展呢是比较快一些 现在这一场的比赛 又看看这位欧洲球员他的表现 看看有没有机会 能否击败着中国的叶昭尹 而进入决赛 对 应该来讲呢 从刚才情况来看呢 是叶昭尹大大的占据了三分 不过刚才这两三个球来讲呢 似乎卡米达反而犯了开一些 打的几个漂亮的好球 比分连追的三分 好可惜 你看见马丁脸部表情也是显得非常的无奈 对 应该来讲的确来讲 整个的场面是控制在叶昭尹手中 而且是剩下最后一分 往前的失误也是令叶昭尹成功的拿下这场球赛 以2比1的成绩呢击败丹麦的马丁 而顺利进入女子单打的角色 对 的确来讲第三局的表现叶昭尹是非常的出色 一上场呢就利用自己的这种快速的进攻 而且控制住了马丁的发挥 而且一直把这种优势的保持到最后 到了9分领先之后呢才让这个马丁有这个传击的机会 不过最后自己加快的这种节奏 然后一下子就把这场的比赛给胜下来 我们这时候呢也先去一下广告 马上回来为大家送上临场的半决赛